这个名称 他认为自己呢 德奸三皇公盖五帝 我们说的三皇五帝 他认为自己一身 就超过了这个历史上所有的记载 所以就创造了皇帝一词 他称自己是始皇帝 第一个皇帝 那么从秦始皇称帝以来 两千多年中国过去的 我们的说法叫封建社会 最高统治的称谓都叫皇帝 三乎万罪 那么我们到埃及 看木乃伊 我们刚才讲了 看了拉美西斯二世 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到处都是 因为他是古埃及历史上最著名的法老 拥有一段特别传奇的人生 他在位多少年呢 67年 中国在位最长的皇帝是康熙61年 那么乾隆是60年 不愿意超过他的祖父 退位又做了三年多的太上皇 加起来不过64年 那么拉美西斯二世 在位67年 他有八个皇后 贫妃呢就不计其数了 他有一百多个儿女 这说起来不算多 有人老说我要这样 我生的比他多 那是你说啊 你到那样 你也到不了那样 那么他其中呢 他有十二个合法继承权的儿子 结果都早于他去世了 因为他活得长 他活了九十多岁 当时埃及人的平均岁数只有四十多岁 他活了九十多岁 所以他在当时就是神 要不然他活不了那么长啊 那么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帝王啊 可以跟他比 唯一可以比的呢 那就是南越王 我们去广州看南越王墓 你就可以了解 南越王啊 寿数是过百的 他在位67年 那正好跟拉米西斯在位时间一边长 拉米西斯这个人呢 他活着时候特别注重自己的宣传啊 按照今天的话说 特别注意媒体形象 所以在埃及的没有一个地方 没有他的足迹 没有他的雕像 拉米西斯二十岁大的 比较震撼的雕像呢 就是在阿布辛贝神庙门口啊 门口22米高的 四座拉米西斯二十的座像 坐着这22米 一向他站起来多高 在三十多米啊 那么再有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他在孟非斯躺着的这个雕像 这个雕像呢 是这个近代出土的 小腿以下都没有了 残长还有大概十三四米 他因为躺在那啊 你在上面看的时候非常的壮观 所有的细节 包括肌肉都雕刻的非常的准确 让我们很难理解 在四千年前的雕像能做成这样 那么他呢 现在在这个孟非斯这个地方呢 就是搭了一个简易的水泥棚子 也搭的比较局促 人呢可以在下面看 也可以站上去看他的全景 我看的时候我想哎呀 我们的埃及真是文物太多了 这么重要的一个文物 就搭了这么简单的一个建筑 就这么这个草率的展览 真是这个有点啊 有点感受不是特别好 我们如果没有机会啊 去这个埃及 去不了埃及博物馆去看拉米西斯呢 如果有机会去英国 那叫大英博物馆 去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美国波士顿博物馆里 都有拉米西斯二世的藏品 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 拉米西斯二世死后 也葬在埃及的帝王谷 帝王谷啊 就是皇家临请 我们现在已知啊 帝王谷里有六十多座帝王的临请 埋葬着第十七王朝到第二十王朝期间的六十四位法老 那么最大的一座呢 就是第十九王朝啊 杀第一式的墓啊 从入口到最后的这个墓室呢 水平距离大概有二百一十米啊 垂直下降了大概有四十五米啊 中国帝王啊 的临请我们知道的秦汉以来啊 这个到隋唐的这个墓都没有挖过啊 如果挖过欧祥里头一定要比它大的多的多 那么它的这个灵请的地就挖成了地下的宫殿啊 墙壁和天花板上全部都是壁画 它的壁画非常华丽 颜色非常丰富啊 基本上我们能看懂它壁画中的人都在做什么 生前都在做什么 那么这种墓室呢 它上面有大量的图形和象形文字 对于这个文字学者来说 都很容易分辨出来 它当时所记录的是什么 帝王谷这个非常值得参观的这个陵墓很多啊 看不过来 因为你看着你要是一个外行 你看着都差不太多 再加上帝王谷呢比较热 就我们去的时候已经三十多度了 在太阳下就几乎是一分钟都待不住 所以能够这个辟阴的地方很少 帝王谷啊寸草不长 你得个低着头啊 过去我到隔壁沙滩的时候 新疆那个说寸草不长的像打扮城什么的地上 鸡脚嘎啦还有点的绿色的东西 帝王谷是什么都没有 特别的干燥啊 去了一定最好就是遮阳散和这个墨镜啊 防晒霜都要涂足了 要不然你就会晒伤 那么你去看呢 他最值得看的呢 就是图坦卡蒙的墨和拉美西斯三世级六世的墨葬啊 当然他还有一些墨葬就是不对外开放都关着啊 跟我们的这个敦煌的石窟似的 你知道敦煌参观不是每个都能看的 那么拉美西斯二世呢 他被葬于帝王谷的几十年以后呢 就被盗了啊 他被藏到哪了呢 因为这个他当时盗墓的人呢 不敢动这个木乃伊 你看那个电影木乃伊 就是说你动他 他有法术啊 你顶多基于他的财产 弄点这个陪葬品就得了 你这个木乃伊你不敢动 所以木乃伊都保留下来了 保留在哪了呢 这些拉美西斯二世啊 和其他的几位法老的木乃伊 被藏在了迪比斯附近的一个小城 这个小城叫戴尔巴哈里呢 这个一个神庙啊 他这个神庙呢 名字叫哈特谢普苏特啊 哈特谢普苏特神庙里 那么一个哥了这么多年啊 几千年 一直到11881年 法国有个埃及学者啊 就是西方人啊 在这个十九世纪的时候 因为资本主义革命成功嘛 英国学者和法国学者 这些都是有资金支持的 所以他有很多学者呢 当然真的是不畏艰辛 跑到了我们今天的整个中东地区 包括埃及啊 就是勘察最老古老的文明 比如这个两河流域文明 比如埃及的古文明 那么法国的这些学者呢 发现了这个这几尊法老的这个木乃伊以后呢 最终通过这个努力 把它安放在埃及的国家博物馆内 那么从这点上看 国埃及啊 人对遗体呢 真是充满了敬意 就是对木乃伊充满了敬意 他跟我们过去古代的这个盗墓者不一样啊 我们的那个盗墓者呀 他一进墓葬 他先毁坏尸体 他要踢尸体一脚 把脑袋踢到一边 所以你看很多被盗的墓葬里的那个 头骨都不在原来的位置上 去年啊 就在去年 在开罗的贫民窟的这个地下水中 还发现了一尊拉米西斯二世的一个雕像 可见当时拉米西斯的这个普及程度 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一个世俗的观点呢 拉米西斯二世应该算是一个人生的赢家了嘛 盛世的君王 那么他比这个这个碌碌无为啊 因死后这个墓葬没有被盗成为最知名的法老啊 图坦卡蒙呢 这个完全的不一样 图坦卡蒙啊 就是现在我们都知道图坦卡蒙 图坦卡蒙这个在埃及的法老里真的不算什么啊 他就是因祸得福 因为他当时死得比较年轻啊 如果十九岁就死了 死了以后呢 他的自己的这个灵寝还没有做好 没地儿自安葬啊 当时啊 他就相当于他那个宰相啊 阿一呢 他自个的这个灵寝就让给了图坦卡蒙 那么这个地方很小 比一般的这个法老的灵寝都小 所以呢 他但是他躲过一劫啊 他是唯一没有盗过的法老的这个灵寝 当时呢 是英国的探险家卡特 发现了他的这个墓葬 他震惊了西方世界 距今 不足一百年 那是1922年 到现在才是96年 那么打开以后呢 就看到他的那些东西呢 都摆在里头 他不是摆放 叫堆放 比如床 床上面跺着踏 踏上面跺着椅子 所有的缝里塞着各种使用的器物 所以非常的满 他有照片 你看那个照片 你猛一看 你看不太懂 就是因为他是堆放 像一个狭小的仓库 把他生前的东西都堆放进去 那么当时开这个墓的时候呢 他这个墓里都可能有很多咒语嘛 我们看木乃伊的电影就知道 他说谁扰乱了法老的安眠 死神将张开翅膀降临他的头上 那么另一处写的是什么呢 任何怀有不纯之心进这个墓葬的 我都要像扼住一只鸟儿一样 扼住他的脖子 掐死他 所以探险队呢 进入图坦卡蒙墓室以后呢 数十年间啊 就进入墓葬的这些探险队员 很多都是离奇的死去 所以坊间传了很多很多故事啊 就说法老有诅咒的啊 说这个 那么到现在就没有办法科学的去解释这样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啊 最重要的一个发生故事的原因叫巧合 一旦这个事情呢 巧合了以后呢 他就会赋予他很多很神奇的说法 这种最神奇的说法 莫过于这种巫师的诅咒啊 法老的诅咒啊 所以因为有了这些离奇的死因 所以才有了后来我们拍了这么多的影视剧 写了这么多的离奇的小说 就是我们无从去探讨啊 这个埃及法老林寅宫是否有这样的这个诅咒啊 是否有这种诅咒的这个能力 但是我们如果有机会呢 去看看中国的陵墓啊 我们有很多王的陵墓 你是可以去参观的 比如大家有机会去徐州啊 徐州的龟山汉墓和狮子山汉墓 非常值得一看 你进去看的时候你才知道 我们在两千多年前的藏世是如此的一个状况 有机会我们可以跟大家担讲 图坦卡蒙啊 九岁登基 比康熙登基叔大一岁 死的时候呢跟同志皇帝同岁 你知道同帝皇帝还没生呢啊 十九岁 他不是埃及历史上有功绩辉煌捉住的法老 他就是年轻 他死得早 就是他的墓葬发现是埃及考古史上的巅峰 所以他就成为最著名的法老 他的著名的文物有什么呢 图坦卡蒙的金面具 单独有展厅 不让拍照啊 他那个埃及博物馆里是可以随便拍照的 唯独到了图坦卡蒙这几个重要的文物 跟前他不让拍照 我觉得不让拍照 他不是怕他受损 而是你要一拍照呢 就围的人太多了 他那里 所有的书籍里都有图坦卡蒙的这个金面具的这个资料 非常清晰 那么 还有就是他的很多首饰 那首饰漂亮的啊 就是你看到他时候 你就不能想 他那么古老的一个时期啊 跟我们的文明比起来 他早于我们至少 这种镶嵌技术 早于我们一千到两千年之上 你看到他的时候呢 你有时候很难 把自己跨过这个时空去理解他 我老说 你在看文物的时候 你不理解他 你比如这张桌子 这张子坛桌子 这是明朝的 这是明朝的双环卡子花啊 这个带爱老的一个小画桌 你不能理解他 你把自己放到明朝 晚明时期 你看到他的时候 你就觉得 哦 可以理解了 但是我们今天看 图坦卡蒙的这个金面具的时候 我们没法把自己往四千年前放 就放不过去 因为我们四千年前还是 好像什么都不是 就是我们四千年前看到东西 都是那种小件的文物啊 没有看到这么壮观 这么复杂的一个工艺的文物 所以有时候理解起来 确实有困难 这样一个十几岁的 九岁登基 十九岁去世的一个君王生活的奢华 你看到那儿 你就可以看到 那床包金的 那个包金的床 我一开始看他腰 我以为是年久变形 后来注意看 他几个这种他 都是他腰的 就是他腰的床 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一上去 都是第一瞬间 是特别舒服的 长期躺着不舒服 因为你第一次往上躺的时候 你一定是脸冲天的嘛 所以整颗正好符合人的这个曲线嘛 所以有的躺椅 我们躺上去很舒服 时间长了 你只要一侧身 你马上就发现它不舒服 那图坦卡蒙的那个鞋呀 那个奢华呀 我发了微博以后 所有人都盯住这鞋 说这鞋怎么这么狂啊 对吧 你注意看 他鞋的有一只脚的 这个内侧呢 有磨损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是一个 有点跛脚啊 有点瘸 我们这个流行的这种 甲板托啊 你看看 古埃及啊 各个这种鞋 全是时髦时尚的大款 我们做埃及这两集呢 桌子上都摆两件 这个文物的复制品啊 第一个是上一集 是那个猫神啊 这一集呢 是两个河马 这河马都是幼桃啊 这种中国人称之为孔雀绿啊 也叫孔雀蓝的这个颜色呢 对这个埃及 对土耳其啊 甚至对我们中国 都有极强的影响 比如我们的绿松石 就是这个颜色 那么你到土耳其看 这个颜色也是非常的流行的 几千年以来 孔雀蓝对人类的这个 视觉感觉的冲击 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一直到了乾隆时期啊 官窑作品中 依然有这个颜色 但这时候不是瓷器 是幼桃 这两件东西是这个 复制品 站着的那个河马呢 叫威廉啊 是大都会博物馆的复制品 趴着这个呢 叫什么呢 应该是威廉二世 这是大英博物馆的复制品 这两件东西呢 是一个朋友 专门去逛博物馆的时候 买了送给我的 所以我一直搁在 我们的书架上 很有意思 河马 河马在这个 非洲很多 尼罗河也有 尼罗河上除了这个 鳄鱼就是河马 过去尼罗河上的鳄鱼 很多的 这个有这个尼罗厄的 单一的一个品种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 很憨态可局的 这样一个艺术品呢 我们有时想啊 古人在几千年前 就有极强的艺术创造力了 我们说了半天了啊 这文物还没看呢 这文物跟埃及有什么关系呢 我心里也比较纳闷 我们在中国文物中 很难找到跟埃及文物有关联的 因为埃及的文化呢 它是一个古埃及文化 比较封闭的一个文化 在古希腊古阿拉伯人进入埃及之前 它的文化非常的单纯 你到哪看都差不多 那么我们有什么跟它很接近呢 我们这里有个文物啊 看到了吗 我们战国时期的一个代沟 这个代沟呢 看到我们前面有一个兽头 这个兽头你说不清它是什么 也有点像眼睛蛇 也有点像某一种动物啊 这是一个代沟 这个代沟呢 完全欠松石 我看这个图坦卡蒙的面具啊 以及它首饰中大量的欠有这种松石 跟我们欠的松石都一样 都是这种极为神秘的蓝色 我们今天对色彩的感受 大部分来自于化学工业 在这个100年以来 我们每个人对颜色的感受变得非常的迟钝 因为你每天看到大量的彩色的东西 比如你通过手机的屏幕 通过电视机 通过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你看到的颜色 比如汽车 汽车的颜色都不是天然的 都是通过今天的化学工业 给你染的各种古怪的颜色 那么我们的对颜色的感受 就变得越来越迟钝 几千年前的中国人 埃及人 他看到这样的蓝色的兴奋度 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我们今天看到说 这不就一蓝色吗 这蓝色这色怪怪的 但古埃及人不这么认为 古中国人也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这种蓝色 具有极强的神秘感 这就是松石 松石在中国的 这个古代的文化的镶嵌物中 占有极为重要的一席 所以我们看商周以来 一直到汉代的 这个嵌松石的文物 很多都是非常高等级的文物 这一点跟埃及文物非常相同 我们讲了两集埃及 其实落掉了很多 如果讲太多 我觉得我也有点力不从心 我们只是希望每一个人 有机会去埃及看看 知道世界的古代文明 我们知道的两河流域 知道埃及 古印度 古中国 如果有机会到玛雅看看 那就更好了 我们对每一个古代文明 有所了解 才知道如何爱我们的国家 那么埃及经历了三个统一时期 其他的时候都比较乱 历史上都一样 就是天下大乱 达到天下大治 那么在他的古王国时代 就是公元前 2707年到公元前 2107年 这中间有600年的时间 这时候跟中国如果横向比较起来 是我们的新时期时期 我们的夏商周的这些王朝都没有建立 那么在中王国时代呢 它是公元前 219年到公元前1793年 那么它存在了呢 大概400年 它是相当于中国新时代时期末期 到夏王朝这个时期 那么当时埃及的中央政权呢 崩溃地方的贵族的势力强大 历史上都是这样 都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 谁管谁的问题 那时候这个时期呢 金字塔就不再建造了 由石窟陵墓替代 再往后呢 新王国时代呢 是公元前呢 大概是1550年到1069年 那存在了也大概是500年的样子 在相当于我们的夏朝 一直到这个商代的末期 这时候是埃及艺术史上的黄金时代 我们今天看到的重要的 精美绝伦的 叹为观止的埃及的文物 大概都是这个时期的 那么在后面就是后埃及时代的 国家就开始分裂政权更迭 埃及是这样啊 就是他在这个被希腊人统治后 以后呢 有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最后是被阿拉伯人的统治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埃及 为什么跟古埃及不一样呢 是因为古埃及是古埃及人统治的 而现在的今天的埃及呢 现代埃及更多的是阿拉伯文化 法老我们今天一说 法老就是埃及的国王 对可以这么理解 那么法老它是一个英语啊 英语 我们中国人认为啊 除了天地以外就是法为大嘛 所以这个翻译还是很准确的 它法是一个标准 所以我们老说依法而行 是吧 那么老呢 在中国人心目中呢 也是一种心目中的权威 所以法老这个译名 还是译得很准确的 这一称呼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古埃及语中 王公一词 王公它这个词啊 跟中国词汇中呢 还是有可以找到比较相像的地方 比如啊 我们说主席 主席的本意是什么呢 是主要席字上的那个男人 这是我过去讲课书讲过 所以简称为主席 那个男人就去掉了主席 对吧 那么法老什么意思呢 他是王公宫殿里的那个男人 这个男人也去掉了 所以他是宫殿的意思 所以法老一词跟主席一词呢 有异曲同宫之妙 法老今天的含义啊 及埃及国王的这个含义呢 这个是后来全世界 能够公认的一个含义 法老自称呢 自己是太阳之子 是神在这个人间地上的 一个代理人 或者是个化身 所以臣民都要对他崇拜 那么比如你看我们的名字啊 我们的名字啊 我们今天说啊 过去的帝制社会叫皇帝 这皇帝怎么来的 这名字啊 这皇帝的名字还真是 不是白来的 是秦始皇帝的 秦始皇以前呢 都是我们常说的三皇五帝 是吧 如果比如啊 西皇这个福西啊 这个蛙黄女蛙啊 皇帝轩缘啊 炎帝神农等等啊 这些都是过去的三皇五帝 到了夏朝以后呢 他就称王为后啊 商朝呢称为帝 天子呢 就到了周朝周天子 称为自己是王 战国以后呢 就是乱七八糟 自个儿都想称什么称什么 那么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啊 我们都知道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 要统一文字 统一杜梁恒啊 那么他还做了 就是定下了这个皇帝的